消费者协会推出新指南 协助网购平台和消费者 更快速和公平地解决纠纷 消费说随着网购兴起 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出现改变 协会也需要改善作业 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消费者 消费者协会去年收到 同线上交易相关的投诉 占大约24% 但在今年前半年 协会就收到超过900个类似投诉 新指南包含各领域的最佳指标 例如验证商家身份 以及确保商家遵守换货和退货政策 网购平台也需及时调解纠纷 在7天内处理投诉 并在合理时间内解决投诉 协会也同阿里巴巴旗下的 网购平台Lazada签署备忘录 成为首个采用这个指南的平台 采用指南是自愿性的 不过协会正努力在未来几个月内 让更多网购平台参与 未来到达高兴 本节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扶梁